杨子是一位实力派女演员,曾经出演过《欢乐颂》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热门剧集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徐凯则是一位心境男星,凭借浩兰传《陈情令》等作品走红,拥有不少粉丝和关注。 两人在今年合作了一部古装剧《陈欢记》,饰演一对欢喜冤家的情侣。 近日该剧终于杀青了,杨子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长文。 庆祝新戏的完成并晒出了多张与徐凯的合照,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杨子发长文感谢剧组杨子在长文中回顾了这部戏的拍摄过程,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拍摄这么长时间的古装剧。 历时106天,他感谢了剧组的每一个人,包括导演、编剧、摄影师、灯光师、化妆师、服装师、道具师、特效师等等。 他说,感谢你们为了这部戏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和汗水,让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角色。 杨子还特别感谢了他的搭档徐凯,称赞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和敬业的演员。 他说,感谢你在拍摄期间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,让我们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和自然。 你是一个很有个性和魅力的人,我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合作杨子徐凯同框甜蜜互动除了长文之外。 杨子还晒出了多张与徐凯的合照,展现了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两人不仅在戏里是一对恋人,在戏外也是很好的朋友。 他们时而相视而笑,时而相拥而眠,时而相依而立,时而相互调侃。 他们的眼神和表情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CP感和友情。 网友们看到这些照片后,纷纷表示羡慕和祝福。 有人说,你们俩真是太甜了,简直就是在撒狗粮啊。 有人说,你们俩真是太配了,希望你们能够在现实中也走到一起。 有人说,你们俩真是太有才了。 期待你们的新戏能够早日播出《成欢剧》是一部什么样的剧? 《成欢剧》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装剧,讲述了一对欢喜冤架的爱情故事。 杨子饰演的是一位名叫麦成欢的女孩。 她是一位心地善良,性格活泼的人。 但是因为家族的原因,被迫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。 虚凯饰演的是一位名叫慕容景的男子。 她是一位有正义感,有才华的人。 但是因为身份的原因,被迫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。 两人在结婚后,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误会。 最终相互理解和相爱。 该剧是一部集爱情,喜剧,悬疑,玄幻于一体的剧集。 既有甜蜜浪漫的情节,又有惊险刺激的冲突。 该剧还邀请了多位实力派演员家们,如张智瑶、张门、李青等。 该剧目前已经杀青,预计将于明年播出。 总之,杨子徐凯新剧杀青,两人同框甜蜜互动。 网友直呼,这是在撒狗粮吗? 他们用自己的演技和魅力,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值得期待的古装剧。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和关系。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,杨子徐凯成欢继杀青。